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理财规划 各位同学大家好 又到我们理财规划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的主题是 第17讲有关于家庭保险的一个需求 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请到林老师一起跟我们助讲 那林老师他本身目前在各大专业校有讲授 有关于理财规划的课程之外 他本身目前也是证件分析师以及律师之外 他以往也是各财经全部相互邀请的一个特别来宾 尤其他对于金融商品以及投资股票 这方面相当的一个相当的了解 那我们今天请林老师来说明一下 好的 各位同学好 郑老师好 那么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讨论家庭保险需求的问题 那么家庭的保险不但是一种风险的管理 同时也是一种结税的方法 因为我们这个保险如果有主定受益人 那么未来这个保险金给付这个受益人的话 它可以不列为这个被保险人的遗产 它具有这个结税的功能 那么希望同学们能够好好的来利用 谢谢林老师的一个详细说明 那同样的本讲次我们同样的提出三个重点 来跟各位分享 那第一个重点我们要让同学了解到 家庭保险以及风险管理的一个概念 那第二个重点的话 我们要给同学了解到保险规划以及应保金额 那第三个重点的话 我们要给同学了解到如何利用保险作为租税的规划 那首先我们要来跟各位介绍有关于家庭保险 以及风险管理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想想看我们个人以及家庭 到底我们会面对哪些风险呢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提出来几个风险跟各位说明 首先我们要来跟各位同学讲到有关于人生的风险 那人生风险我们又分为三个风险来跟各位说明 第一个风险的话就是有关于早期死亡的风险 那我们想想看一个家庭的经济资助 如果他到退休之前就死亡的话 当然这个家庭所面对的风险 包括你的收入减少或是其他的会用的一个增加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要跟各位说明的 有关于意外伤害或疾病 有关于意外的伤害或疾病的发生 可能会造成一个家庭的收入减少 或者是一个饥饿的医疗会用 这个是一个风险 那接下来我们要再跟各位谈到第三个 长寿的风险 有时候想起来非常的哄刺 我们一般来讲长寿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结果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风险 那为什么我们有长寿的风险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应用在医学上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延长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都了解到现在整个社会是一个少子化 那我们生小孩子的话生的比较少 纵使这个小孩子想要养你的话 他可能没有能力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长寿的风险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谈到 第二个主要的风险 就是财产的风险 什么叫财产的风险呢 也就是说我们家庭或个人有形 或是无形的一个资产 一个昧失或是一个损毁 造成财产上的一个损失 就像说各位同学 如果说某一个家 某一个人他有不动产 因为火灾 那火灾之后不但他财产会损失 除了这之外的话 如果他这个房子本身有在租给人家 每一个月可以收到租金 那现在的话这个租金收入也会减少 这个是第二个财产的风险 那第三个风险 我们要跟各位说明的 有关于责任的风险 什么责任的风险呢 也就是说我们造成他人身体 或财产损失 在依法上应该承担之赔偿责任 就像说我们不小心赚到别人的车子 那我们必须要来赔偿他的车子 所有的一个修理的一个费用 这样的一个风险 我们称为责任风险 那有了风险之后的话 我们如何来转嫁这个风险 那我们就要谈到第二个 有关于保险的一个种类 那有关于保险的种类的话 我们这边跟各位提出来 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到 就是人身保险 什么人身保险呢 它就是包括第一个人寿保险 那人寿保险是以被保险人之生命 为保险标的 而且以生存或死亡为保险事件 那第二个我们跟各位介绍的 就是生存保险 那所谓生存保险是指以保险期间最满时 那被保险人能染是存活 才几户保险金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 就是死亡保险 所谓死亡保险是指的 保险人以保险期间身故 才几户保险金以受益人 那有关于死亡保险的话 我们又分为三个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定期受险 也就是被保险人在A定保险期间 发生保险事故 那保险公司几户保险金 那第二种的话 我们称为终身受险 所谓终身受险就是说 保单生效后 无论被保险人何时发生保险事故 保险人金需EA定 几户受益人保险金 第三个我们要跟各位谈的 就是生死核险 那生死核险我们又称为养老险 那养老险我们又分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被保险人 在保险期间死亡 保险人EA定 几户保险金 那另一种的话 就是在被保险人 以保险期满 能染存活 那保险人则EA定 几户满期的保险金 那接下来的话 有关于联金保险 以及所谓的投资型保险 健康保险以及意外保险这方面的话 我们就请林老师来跟各位说明 那首先我们来看年金保险 那所谓年金保险 就是指被保险人生存期间 或者指定的特定期间内 保险人持续给付特定的金额 给这个被保险人的一种契约 也就是说这个被保险人 是持续的领 也就是领年金的意思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 这个投资型的保险 那么所谓投资型的保险 那么第一点就是保险人 把这个要把人所缴的保费 依照约定的方式扣除保险人 所要支付的各项费用之后 依照这个要保人的同意 或者他指定的投资分配方式 把这个剩下的钱 置于专设的账簿中 而由要保人来承担全部 或者部分投资风险的一种 人身保险契约 那么第二点 它一般可以分为便额的受险 便额万能的受险 以及便额年金的保险等等 那我们来看 它跟传统受险商品有什么差异 那么第一点 它是会变动保险金额 会变动现金价值 以及要保人要支付投资风险 因为它是投资型的保单 所以当然本身就会有这个风险 那么第二 这个投资型的保单 它必须设专制的一种独立账户 也就是说 这个保险公司会为每一位要保人 设置单独的账簿 计算它投资的这个盈亏 那么第三点 对于各种的附加费用 危险的保费 投资的标的内容 以及绩效等等 都必须要透明化 那接着我们来看健康保险 那所谓健康保险 第一点 它又称为这个疾病保险 或医疗的保险 也就是对于疾病的时候 发生医疗行为的时候 给付这个保险金额的一种保险 那么第二 它主要是要承保这个被保险人 因为以下的状况所发生的支出 那第一 是疾病所导致的医疗费用的支出 那第二 是因为疾病所导致上市工作能力 因造成的收入的减少或者损失 那再来我们来看意外的伤害保险 那所谓意外伤害保险 就是被保险人 于这个保险期间内 因为遭遇外来的突发事故 以致身体受到伤害 或者因残废 或者死亡的时候 保险人给付保险金额的一种保险 所以这个意外伤害保险 我们顾名思义 它跟疾病不一样 它是要遭到意外的一种伤害 才会给付的一种保险 好 谢谢林老师 对于联金保险 投资型保险 以及健康保险 以及意外保险的一个详细说明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跟各位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再介绍 另一种保险商品 就是危险保险 那危险保险它本身最主要是 为了那些经济弱势的团体 所设的一个所谓的保险 那它指的是保险类为了经济弱势者 提供基本保障的保险商品 它的特色的话 就是低保额 低保费 而且它的保障是非常的简单 第二个 保障的内容 都是以意外事故 造成申雇或是禅费 那第三个我们了解 它的保险的最高金额为30万 就是有关于我们保险的一些种类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 就是第二个单元 那第二个单元的话 就是要让同学了解到 保险规划以及应保金额 那讲到这个单元的时候 我们首先来了解 人生保险规划 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必须注意哪几点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这边提出来 四个重点跟各位说明 那第一个重点的话 我们要了解到保单的一定利率 与保险费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第一个 我们要去了解到 一定利率乃至保险人 给予保护之走扣利 第二个这个代表什么 保险公司取得保费资金的利率成本 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就要了解到 一定利率如果说越高 那保费就越低 反之一定利率越低的话 保费当然就是越高 那第二个我们要去了解到说 你这个保单到底有没有分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分红保单 一部分红保单 那两个的最大差异的话 有关于分红保单 那就是指的是受限公司 经营分红的保单 所产生的盈语 必须于保护分享 那保护至少可以享受到 七成的盈语 那也就是我们要了解到 只要我们的 你是一个分红保单的话 当然如果保险公司的盈语越多的话 当然你就可以享受的利益就越高 这个是第二点各位同学必须要了解的 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了解 你购买的投资型保单 要评估受限保障需求 以及注意它的会用的一个结构 一般来讲对于便额万能受限 包括受限保障 而且它投入的保障需求 扣持一笔的危险成本 也就是说你扣持这一笔危险成本之后 剩余的你才可以去做所谓的投资 那投资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最主要的话选择标的物是由我们投资人自己选择的 所以你必须要相当的投资的这方面的专业 以及成熟度 你才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第二个如果你买的是便额连金 它是一种累积连金之投资平台 所以在这种状况时下 它并不需要扣除所谓的 我们保障的危险成本 这个各位同学要了解的 那接下来我们第四个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外币保单之规划 那什么叫外币保单呢 简单的讲 当然就是说你在缴保费的时候 用外币 当然你如果要理贴的时候 或是领到的医生钱的话 也是用外币 这个跟各位说明 那有关于第五点的话 有关于人生五阶段之人生保险规划 有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请教林老师跟各位同学 详细的一个说明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阶段 就是单身所得有限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应该以满足个人最需要的医疗保险 防癌保险跟意外保险为优先 这个意外保险最好是附有医疗保险的给付 那么第二个阶段是结婚成家 过屋的时候 这个阶段我们优先投保定期保险跟意外保险为主 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养育子女 那这个阶段我们要考虑到 子女教育基金的规划 子女生活的这个照顾 所以这个时间 投保的重点以这个医疗保险 防癌保险跟意外保险为主 那么第四个阶段就是子女独立 准备退休的一个阶段 那这时候我们子女都已经离家了 已经进入所谓的空潮期 那这时候我们所规划的应该是一种长寿风险 那长寿风险刚才郑老师也提过 那子女离家了 那么她可能自己的生活都已经很困难 没有办法来奉养父母 所以这时候我们这个长寿风险的这个保险 就非常的重要 还有我们要为退休做准备 那么地缘年金保险跟便偶年金保险 都是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这个投保的一个标的 那么第五就是养老跟退休的生活 那这时候我们进入了晚年 已经退休的阶段 我们可以考虑利用极其的年金保险 作为我们的保险标的 例如我们举个例子 例如利用退休金 购买这个奋缴400万元的极其年金保险 所谓奋缴就是保费一次缴纳的意思 那我们可以每个月固定的领取3万元的年金 一直到往生 那么活得越久 领得越多 就是这种保险的一个目的 那谢谢林老师 对于人生的五个阶段所需要的人生保险的 这么详细的一个加以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探讨的 就是说你的保额应该多少 也就是对于保险的一个需求 那一般对于保险的需求 在这个地方我们提出三个方法来计算 那第一个方法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它是叫做净收日限制拟补法 那也就是说第一个它的意思就是说 应有的受选保额为家庭生计负担者 在未来的工作期间可以赚取的一个收日 把这个收日的话我们把它折现为限制 再减去个人也就是说 负责家庭生计这个人的未来所需要生活支出 又把它折现回来的一个差额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应该应有的保额 那我们用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 那假设被保险人小政现在30岁 那连收日的话是120万 一季65岁退休 那享年85岁 那若目前家庭连租出是80万 其中30万为小政个人消费租出 那实质的投资报酬率为5% 如果我们用净收日限制拟补法 它应该要保多少的金额才足够 那我们就这样算 它的公式就是说 它的应保受选的一个保额 是个人未来收日折现 再减掉个人未来支持的折现 那从这个公式里面 我们用这个例子 我们来加以说明 也就是说 它矫正个人未来的收日的折现 是这样算的 也就是你用120万再乘以 我们用前面所跟各位 前面各位曾经学过的 年金限制利率因子 它的利率是5% 期间的话是35年 那我们就可以等于120万 乘以它的因子就是16.374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求出来就是1964万9040元 那接下来我们再算一下 矫正的话 它未来每一年 它必须花费30万元 那我们用年金限制 把它折算回来 我们就可以折算出来 它必须花费就是559万9050元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刚才应用那个公式 就是它的保险需求 就是把1964万9040元 减掉559万9050元 那结果我们求出来 它保险的需求 大概就是1404万左右 这样的一个金额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休息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各位介绍 有关于保险需求的第二个算法 就是所谓的遗旨需求法 那所谓的遗旨需求法 也就是说 它是应由受险保额 为家庭生计负担者之遗旨 一生所需的知识总额 折现值在扣除 它现在已经累积的一个净值 也就是说 它目前已有 已拥有的一个存款 或是它的资产 那我们用一个例子 来跟各位说明 那同样的我们假设 假设被保险人小正 现在同样是30岁 目前的话 它有定期存款是200万 为了维持家人的生计 35年 若目前家庭的支持为80万年 其中30万年 为小正个人的消费支出 那我们同样的实质 报酬率5% 那如果我们用遗旨需求法 那应该保多少的金额 那从这个题目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因为家人每一年 他必须支出 就是他的联手的80万减掉 小正自己要花30万 那剩下的就是50万 这些50万就是家庭的开销 那我们用50万的话 同样的把它折现回来 那刚才我们同样的 用年金限制利率因子 它的折现率是5% 那期间是35年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也就是说将来的话 如果小正不幸过世的时候 这个家庭必须的支出 大概是818万左右 818万左右 那目前的话 小正已经存了200万 所以目前的200万 我们必须把它扣除 也就是说818万左右 扣掉200万 那它的保险需求 就是必须大概618万左右 那这样才足够将来 如果小正不幸气势了之后 家庭才不会有 经济上的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介绍 第三个重点的一个计算方式 也就是所谓的 守得替代法 那守得替代法 就是以被保险人死亡 或是说他没有工作收入的时候 所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金 那这个理赔金的话 可以升利息 那这个利息就要作为 遗嘱的生活费用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样的一个公式 来跟各位说明 那理赔金乘以存款利率 就等于遗嘱的生活费用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移过来 应有的保额 就是等于遗嘱的生活费用 除以存款利率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 假设被保险人小正 遗嘱家庭连资出50万 那银行的存款是4% 那保额的话我们就用这个公式算出来 我们就把50万再除以4%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1250万 也就是说如果将来的理赔金 它必须是1250万才足够 刚才跟各位谈到的就是有关于 你到底要保多少金额才足够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到第三个重点 也就是第三个重点最主要 要让同学了解如何利用保险 作为租税规划 那我们都了解金融商品当中的话 有关于人身保险在税罚方面的话 到底有哪些优惠 这一点我们跟各位说明一下 第一个它可以减轻守得税 也就是说纳税医術人本人 或是配偶以及受抚养 直系侵蚀的人身的一个保险会 每年 每人在24000元以内的话 我们都可以用累积的方式把它扣除 那第二个有关于免纳守得税 有关于免纳守得税 依守得税法规定 各项人身保险之几户金 免纳守得税 那第三个要跟各位说明的 就是免纳遗产税 依遗产以及正以税法规定 一定以被继承人死亡时 几户其手指定受益人 之人受保险金额 不计入遗产税的总额 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谈一个 有关于减轻的一个例子 跟各位说明 假设一家五口 这些保人寿保险 那前年的缴会是这样 父母各3万块 那长子的话25000 那次子的话12000 女儿的话是12000 那如果说前家合并申报 众合守得税 那我们用的方法是累积的扣除法 那一年可扣子的话 大概9万6000 那怎么样去算 最主要的话我们看到父母的话 他本身是保的是3万块 但是事实上我们最多只能扣掉2万4 那父母亲刚好是4万8 那再加上长子的话 他真正的缴的一个保费的话是2万5 那2万5的话事实上我们也只能扣掉2万4 那次子的话12000 那个他的女儿也是12000块 那我们把这些加起来 也就是说他可以减轻他在守得税方面的话 大概9万6000元 那有关于余产税的计算方式的话 我们请林老师跟我们详细的一个说明 好的 那么有关于这个余产税的计算 我们首先来看他的计算的公式 这个英纳的余产税额 我们是等于余产的净额 乘以目前的税率10% 再减掉扣底税额跟利息 我们用以下的例子来说明 那么李先生他过世之后 已有这个余产总额6000万元 那目前家中他太太还存在 还有三名子女 那么三名子女年龄 分别是19岁 17岁跟15逐岁 那么假设李先生 生前没有任何的税捐 也没有签任何的债务 那这时候他们家 这个继承人的课税 余产金额到底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余产总额 刚才我们说过是6000万元 那么扩除额我们说明如下 那么这个第一是 免税额是1200万元 再来扩除额 扩除额的部分 配偶本身的扩除额是445万 那么子女的部分 他有三名子女 合计是540万 这个继目我们说明如下 那么长女19岁 那么离这个20岁还有差1岁 那每差1岁就再乘以一个基数 所以就45万再加45万乘以1 再来这个次女是17岁 离这个20岁还差3岁 所以我们用45万加上 45万乘以3个基数 再来是三男 那么她才15岁 离20岁还差5岁 所以我们用45万加上45万乘以5个基数 那以上总加是540万 再来她还可以扩除这个商账费 目前是111万元 所以以上我们来再把它总和计算一下 用遗产总额6000万元 减掉本人的免税额1200万元 减掉这个配偶的扩除额440万元 减掉三位子女的扩除额540万元 再减商账费111万元 最后她是遗产的金额是3704万 那用这个金额再乘以10%的税率 大约是370万的遗产税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立体二 立体二 那么林先生已经离婚 有子女小顺小婴 而后这个林先生因为意外申雇 他已有这个遗产是1000万元 那么林先生在遗嘱中表示 他身后要将遗产总额的80% 捐赠给慈善机关 那么各留10%给两个子女 最后他的这个子女 可以领到多少的这个金额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这个小顺小婴 他的婴积分是1000万元 除以2是各500万元 第二他有特留分 这个特留分是婴积分的50% 就除以2 所以是250万元 第三那么如果依照遗嘱的执行 他只能拿到各拿到10% 是10万元 那么他的特留分是受到侵害的 这个特留分是250万元 减掉这个100万元 所以是等于150万元 那最后我们这个受证的慈善机构 他能够得到的钱是1000万 乘以80% 减掉刚才的300万 最后等于500万元 那以上我们限里时间 就给同学们介绍到这里 那谢谢林老师的一个详细说明 我们本讲次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各位同学的观赏